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呂捷 欢迎收看今天的旅读台湾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你有没有觉得每天坐在家里还蛮闷的 为什么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现在出国变得遥不可及 但是另外兴起了一波叫做 暴富性消费甚至是暴富性旅游 你或许可以借着大众运输工具 也可以自己开车一步一脚印 可以欣赏享受着台湾的美景 那你心中的美景到底是哪里呢 其实在清朝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台湾八景 而日治时期也选出了台湾八景 当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统治者 甚至是每一个年代台湾的八景都不一样 那最具代表性的或许是在1927年的时候 当时由日本政府来举办 由全民来选出所谓的正统的台湾八景 那当然正所谓 所以当时台湾的人民积极的参与 疯狂的灌票 那灌出了所谓的新台湾八景 那这些很多景点还是现在 我们大家非常喜欢去的 包括日月潭阿里山高雄的寿山 还有国境之南的俄罗比 那不过这一次的选举其实对台湾的影响非常的深远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也是日后日本人来台湾旅游的指标 当然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 在第四十年的时候 他们举办了所谓的执政四十年的博览会 也就是传说中的台湾博览会 1935年的台湾博览会 当时由总督府领衔出钱出力 当时调动了政府官员 再加上社会拳打总共两千多个人 也从1935年的十月十号一直办到 1935年的十一月二十八号 总共七七四十九天 这个目的是为了跟国际宣扬 我们统治台湾有多好 不要再说我们殖民了 对台湾人也是一种宣传 被日本统治好像也很好 大内宣再加上大外宣之下 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 日本人在两年之后 1937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那当时不管日本人怎么宣传 台湾人怎么样的参与 那当时的这些社会拳打人士 包括我们说林献堂等人 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一场大内宣的呢 台湾从日治时期就被日本人打造成旅游报道 台湾总督府拍摄的台湾宣传片 更是大力宣传台湾的美好 到了昭和时期 日本经济蓬勃也兴起了殖民地观光潮 台湾韩国都是旅游首选 旅这样子的杂志 它大概就报道了 有台湾的一个观光的情况 有哪些值得去的地方 所以这种日本人来台湾的观光活动 其实也是在这种观光的杂志的一个发展底下 促进了这样子的一个风潮 要拼观光 交通占了最大因素 以前没有铁路 长途通行就得靠船 光南北往返就要花上一星期 直到1908年西部纵灌铁路开通 南北只要花上14小时就可以抵达 一直踢去楼就可以全台趴趴走 官方还特别出台湾铁道旅行案内 有导览地图 也有火车路线 教你怎么玩 怎么走 除了空间革命 台湾人有周修的概念 也是日治时期开始的 日本政府推行新式时间 规定周日为休假日 至此工作与休假才有明显区分 而空间与时间的划时代改变 也促进了观光旅行的发展 台湾最早的动物园 也是在日治时期就有了 1914年设立的一个动物园 还有后续有设立的 像有儿童娱乐园等等 这些相关的一个地景 因为大部分的人 大概都没有看过这么多的动物 所以动物园对当时台湾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新奇的 一个现代式的空间 那么到底台湾最美的风景在哪里呢 百年前台湾的确有票选出 此生必有八大景点 雀屏重选的有儿端笔 太鲁阁 淡水 阿里山 日月潭 八景是真的美 但调诡的是 投票数创下史上最高 观众的投票数 大概有到达了三亿六千万票 这样子的一个票数 排名第八的台湾神社 它总得票数大概是一千一百多万票 当时人口总数不过四百万人 投票数竟然可以高出八十倍 虽然灌票灌得这么凶 但也显见当时各地方 为了这一次选八景 几乎是全体总动员 无所不用其极 不过尽管民间抢名字抢破头 但最终结果仍旧掌握在日本官员手上 那这个活动到最后完成的时候 在铁道旅馆宴请这个评审委员 那基本上现场做了一些装饰 据这个报上的这个报道 是在桌面上做了一个台湾的一个形状的一个模型 然后把八个景点出来 然后双了小电灯 还把八个位置八个地方的地方特色菜肴也都做出来 然后宴请这些宾客 不管过程如何这样的票选活动 对于日后台湾民众的旅游选择影响极深 官方也常顺势借着各种活动推广台湾岛内旅游 最盛大的就是1935年的这场 史证40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 堪称空前绝后 台湾博览会是日本政府一方面 为了展现日本统治台湾的成果 宣扬国威 二来也为其南境政策铺路 于是台湾总督府耗资百万筹办 它的主题叫做要进 要进的这个台湾 就是进步的 而且是一个非要的进步 所以它有一个 除了是宣传 有一个示范性的效果 所以它广邀各地的这个观众 整个台博会规模之大 光是涉于台北市内的主会场 便达数万平 各地方包含北中南有地方馆展出乡土特色 可以说是台湾全岛动员起来 参与史上最大审视 当时有较近三分之一的人来看展 国外来的更是络绎不绝 以唐叶馆为例 多家现代化糖厂餐展 还备有免费的冷糖水 给参观民众品尝 想想看一百年前的台湾人 哪里有看过展 这一次的博览会 真的是大开眼界 博览会举办得很盛大 那也邀请台湾 或者是透过宣传 邀请来自于外地的 或是台湾内部的观众 那台湾观众也有 两百多万观众来参观 所以我想对于当时的观众 应该是一个新奇的经验 当时台湾地方领袖林献堂 也在受邀观展之列 对于日本政府大肆宣扬 殖民政策下的教育发展 林献堂直接点破 台湾孩童受教权不公平的问题 那我们是在日本的一个报纸里面 找到这个林献堂 刊载了一篇关于林献堂 对于教育的一些看法 那这里面提到说 这个台湾人的学龄儿童的 就学率仅有41% 然后特别是就是说 女生的这个就学率 是比较低一点的 那林献堂当然认为说 应该提高这个学童的就学率 特别是女生 解密当时的展览会现场 放了很多的雕像以及图腾 再再都显示了 日本大帝国主义思想 甚至在儿童游乐园区 路口地标 他的彭莱塔 他顶有陶太郎可爱塑像 好多运印是教孩子勇敢征服 但另一个角度解读 就是教人掠夺 《儿童游乐园》里面 确实有些新奇的玩具 包括机械的荡秋千 什么等等 我想是一个玩乐的环境 但是有一些图像 其实它应该是 有些特别的意义 包括这个陶太郎 它是一个英雄而英勇的故事 所以当时有些日本的教育家 把它诠释为是一个陶太郎精神 意思是说要勇敢地去取得你想取得的 那也鼓励说台湾的小孩 你要像日本人一样 都要去有这种勇敢的这种精神 去争讨 他的规模是台湾有史以来 至今人无法超越的 也是当时许多外地台湾人 第一次进台北城的特殊经验 虽然台北贵不过是大日本帝国主义 昭告世界的一场政治秀 但所呈现出日治时期 台湾进步的一面 却也是有目共度 台北的朋友一定知道 在台北火车站的对面 有一栋大楼 就是传说中的星光山越 也就是我们说常常在那边 办登高赛的那边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在一百年前 这边是铁道旅馆 那如果我们在 我们在画面上你会看到这个东西 那铁道旅馆很多人说 它是西式建筑 有人说它是巴洛克式的建筑 那各位朋友 你不要每次逛老街 看到所有建筑 你都说它是巴洛克 其实巴洛克式的风格 有非常严格的定义 那些建筑 其实在当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名字 叫做河阳式的建筑 其实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 很多日本人到国外去留学 有人学建筑 有人学设计 但他学完建筑跟设计之后 回到了日本本土 突然发现了 日本能够让他发挥的空间不多 所以后来 当他们说在交互战争之后 拿下台湾 他们就开始在台湾 建立了他们的梦 把他们的设计 付诸于实现 所以才会 你看到很多 又是西式 又看起来日式 还有一点所谓的 闽南风格的 河阳式建筑 不过这个铁道旅馆 你为什么看不到了 1945年美军开始在轰炸台湾的时候 它被炸到了 那你说它被摧毁了一部分 不对 它被摧毁了大部分 只留下一点点 日治时期最高级的饭店 莫过于1907年 由台湾总督府铁道部所建造的 台湾铁道旅馆 事实上应该是给所谓的 从日本人来过来的 从日本过来 他们本土来台湾 或者是外国旅客来台湾的时候住的 如果以现在来讲 大概至少就是我们现在的五星级的 台湾史上第一家 孔潜石华灌溉云集 至今难以被超越的欧式旅馆 它是台北著名的地标 外观主要的设计者是 松奇万长先生 那他这个人有点特别 他有一点黄族的 这个日本黄族的背景 松奇万长留给台湾的作品有 当时的西门市场 也就是现今的西门红楼 还有基隆义 新竹义 蒙甲工学校 大道成工学校 现今太平国小 彰化小学校以及台中工会堂 铁道旅馆外观红尾 一踏进饭店内更是富丽堂皇 进到他的室内 那所有的空间都用非常好的建材 那比如说楼地板 一楼跟二楼的楼地板 都是用块木拼木拼出来的 全管共27间房 住宿费一等级 从16日元到3日元不等 在当时是有情人才可以入住 最贵的房间在二楼 这里有全台最早的电梯 还有一个更特别是电梯 台湾铁道旅馆从进门以后的左边 有一个从一楼可以直升到三楼的电梯 那这个电梯是当时台湾第一座载客的电梯 那它在旅馆1908年刚完成的时候 还没有完成 因为这个技术实在太复杂了 很多设备必须从应该是美国那边过来 然后祭司要从这个日本这边过来 等等 所以它拖到了隔年才把整个电梯完成 铁道旅馆使用的各式器具设备 也堪称梦幻译品 小的从刀叉大的到吊灯与厕所里的马桶 都是远从英国进口的勃来品 当时铁道旅馆基本上是把整个西方的 经营模式整个搬进来 不只是它的建筑的外观它的内装 是整个经营模式都搬到台湾来 这在当时台湾的一般的客栈旅馆 汉式的旅馆其实是见不到的 而日治时期许多族影响台湾的重要大事 也在这里发生 1914年明治维新工程与民权运动家满环退驻 来台并下榻铁道旅馆 为的是与雾峰林家的林县堂 共同创立台湾童话会 就在铁道旅馆发表演说 1931年加龙棒球与甲子园取得亚军 回台与铁道旅馆举办欢迎茶话会 1934年昭和七年台阳美术协会在此成立 创始会员有著名的画家陈城坡 廖吉纯 立美术 李石桥 杨三郎等 当时表演飞机特技的这个鸟人 也是居住在这个地方 那因为这个他还在台北特别多演出了 许多的场次还有夜间的一个场次 那还有比如说这个当时还流行一个 这个观光邮轮 观光邮轮环游世界 这个宜表上流社会的这样一个旅游活动 那其中一站就是到基隆下船以后 到台北来观光旅游 那到了以后要到那里参观 铁道旅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hopping的一个点 可惜的是1945年 美军对台湾展开猛烈的台北大空袭 造成3000余民台北居民当场死亡 这间空前奢华的铁道旅馆 也在这场空袭中摧毁殆尽 国民政府来台后 这乍道只剩一小部分建筑的铁道旅馆 曾经改建为台湾铁路饭店 却仍躲不过最后的搜刮 旅馆内从最小的银制刀叉 到最大的先进冷冻库 都被陈宜的警备总部大量借用 说是借却再也没有归还 而它也到1963年全面拆除 彻底消失在世人眼前 唯独老照片 记录下这一栋日志时期 台湾最美饭店的绝代风华 房屋上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名词 叫做时代的眼泪 那现在要讲的时代眼泪 不是我的时代眼泪 而是我父亲他们那一辈的时代眼泪 有没有听过一首歌 叫做快车小姐 这是由文夏老师所写的 那由他的弟子文香小姐所唱的 当然不是蚌阿兄那个文香 文夏老师当时有很多的徒弟 在当时飞快车的年代 我父亲时代眼泪出现了 这首歌怎么唱 它的节奏非常的轻快 有像阿狗狗的味道 其实当年要当上所谓的车长小姐 并不容易 当年车长小姐是一个大家都羡慕的职业 仿佛是现在很多女性向往的空服员 说是空中小姐一样 而当年车长小姐在车上 要负责端茶地水地毛巾服务所有的旅客 那当然除了车长小姐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叫金马浩 那也是公路上最美的风景 我们说金马浩小姐 所有人都要经过挑选 包括身高样貌甚至是学历 而且仪态气质要非常的好 要不然你一个晚两年 要去服务这些旅客 当然可能就会引起一些投诉与纠纷 那为什么他们的外形气质那么好呢 因为训练他们的不是普通人 是中国小姐 所以每一个金马浩的小姐 其实都有中国小姐的水平 有中国小姐的素质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快车休假跟公路上最美的风景 翻开早期交通观光室 几乎就是一群美女代言的历史 小时候常听爸妈说 天上飞的是中华 地上跑的是金马 1959年公路局 首度推出金马浩巴士 它车身有设计 左车坠有秋 海棠 还有金色马匹浮雕一只 车上是座卧两用座椅 有电扇和小冰箱 是那个年代最高级 最奢华的长途客运 车中设备很好 备有书报 供旅客乐语 有收音机 可以随意地收听音乐 温柔大方的服务小姐 为旅客们介绍沿途的观光 金马浩首开先例 招考20位女性随车服务员 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金马小姐 这些美丽的小姐在站上在车上的主要工作有两个 一个就是进站 车子进站之后 她要负责倒车要吹哨子 嗶嗶嗶嗶嗶 做倒车的工作 第二个就是在车上做服务 服务旅客 金马小姐的服装是蓝色仔裙制服 穿型帽 各个外表亮丽 身材浓心合度 她的报考标准极高 训练也相当严格 当时还特地请来中国小姐教美姿美宜 报名没看那么多人 而且她的条件也很刻薄 身高最低要160公分 然后好像体重是50还是53 那时候我们训练的时候还挺了一本书 头上还挺一本书要走直带 金马小姐的工作光鲜亮丽 薪水也是一般教师的两倍 却也得应付旅客许多稀奇古怪的要求 长时间的奔破老顿 还有当时走苏花公路的步步金魂 都是这个职业难以想象的辛苦 是那个清水洞来的最危险 那个路真的是 我都不晓得怎么活过来的 它只有两个车轮子那么 就想说它给你 时间开开开 它转弯嘛 它会给你啪到外面去 我们就哭 我已经下太平洋了 一下子又啪回来这样子 刚开始是哭到不行 2020年中恒公路为了庆祝开同60周年 还特别推出金马号的复刻版 招大学生担任车长金马小姐 行驶的是古关到离山路线 唤起不少人对那个年代的美好记忆 今天非常有这个荣幸来到这边 金马号见证台湾经济蓄势代发的时期 是公路史上的奇迹同时也带动了观光 而同一年代台铁也不让金马号专美于前 推出了划时代的飞快车 飞快车还首创座椅可回转 以及鞋躺十分享受 还有飞快车小姐是1960年代台铁最美的一道风景 各个脸蛋甜美出众 穿着一身合身制服 更显得出娇好身材 当年飞快车小姐的选拔不输选美 我在台中就选第一轮回 第一轮回考完以后才又再考第二次 考第二次的时候她就会要量身高体重 然后走V字形 飞快车小姐的随车服务很到位 会送上报纸 还会在摇晃不移的车上倒茶水 对旅客的服务真的是无微不至 难忘的经验也不少 有一对夫妻她说她上车就抓我的手 我要生了 她就是抓我的手好痛 因为会震痛 痛 她就痛 就一直就在这个好像经过半小时 就一二指三指就头 小婴儿的头也出来了 飞快车首度现身于1954年 她的出现让北高可以一日往返 时速90公里的她 刷新台北至高雄单程 五个小时半的路上交通新纪录 那时候我们没有接受美元 所以完成了就是把南部的区间 等于是都提升了 把规格都提升了 这时候才可以从台北一路开到高雄去 在这之前台铁是承接 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铁道部的蒸汽车 往来需要大量时间 为了改善 1954年台铁将原有的汽油客车更新 换成残油客车 运行在台北彰化 1956年飞快车开始营运后 时间足足少了一半 台铁进入了飞速期 这是飞快车的风光年代 而当年的飞快车小姐 现在已经成为高龄阿嬷 但当年的种种 却也是最难忘的少女时代 飞快车小姐就羡慕她那一套制服 穿得很漂亮 站在月台上很多人向往 飞快车小姐高标准的挑选过程 还有必须身家清白 外表亮丽 以及公务员稳定薪水 不但追求者重 也是很多长辈挑选媳妇的首选 在那个年代 飞快车小姐真的称得上是 窈窕淑女君子好球 我知道有很多 我们那一期我就记得好像有那种 妈妈就挑了那个媳妇 叫她们有选上的 有我们小姐辈就是 到她们公司去上班什么 真的就去了 那有一些追求者很厉害 就会打听到 打听到了之后呢 就在月台的时候就看了 看是你是在哪一个车厢 然后就上去 每天送玫瑰花 每一站 她一家菜她都知道她的班次 她就会送玫瑰花 可是吓到她 她吓到躲在厕所里面不敢出来 直到1961年 观光号以及1966年的 观光号出来 飞快车时代过去 1989年全面报废 而公路上的传奇金马号 也在1987年退役 不论是飞快车小姐 还是金马小姐 通通随着时空移转 走入历史 但在年长一辈的台湾人记忆里 她们美丽的倩影 遭益生殖性力 讲到台湾旅游史 旅游你一定得住饭店吗 那日日时期内 我们说在台北车站的对面 盖了所谓的铁道旅馆 那当然你想到台湾的第一家 五星级饭店 豪华的饭店 那没有第二人选 就是圆山大饭店 那为什么要盖起 圆山大饭店 我们先来讲她的前世今生 其实圆山大饭店这个位置 她在1901年的时候 盖了所谓的日本神社 那为什么要出现日本神社 如果你在课本里面已经看过 当时在以位战争的时候 日本打台湾 当时战死了一位 叫做北白川弓能久清皇 那后来为了路视他 为了侍奉他 所以盖起了所谓的日本神社 但是国民党来到台湾 我们说1950年代当时 我们国民党 或者国民政府撤掉到台湾之后 我们当时还是还有很多的邦交国的 所以一些外国的友邦 一些国家元首 要来台湾参访的时候 你总是要有一个高档的饭店 来接待这些外宾 所以蒋介石政府 请全国之力 请政府的力量 盖起了雄伟壮观 宫廷市建筑的圆山饭店 那当然住在圆山饭店 最出名的人大概就是美国的 前前前前前前总统艾森豪将军 艾森豪跟蒋介石是麻吉 所以他在卸任之前 来了台湾走了一趟 就入住在圆山饭店 那如果你去过圆山饭店 你会发现他除了黄色的外表以外 有非常鲜明的红色龙柱 那这个红 我们对红有很多形容 那最出名的叫法拉利红 那台语在称呼深红色 我们说叫做地冠红 而圆山饭店的红 有一个专属于它的名词 就叫做圆山红 那圆山饭店盖好之后 宋美玲委托她的最疼爱的外甥女 孔二小姐叫做孔令伟来管理 那当然一直以来 对于圆山饭店的都市传说 神秘传说 从来没有停过 包括有人说 那边常有巨额的宝藏 包括有所谓的风水之说 说什么台湾有一条龙脉 而龙的眼睛就在圆山饭店这个位置 所以龙眼被遮住了 影响了台湾的国运 而圆山饭店最为人所 津津乐道的神秘传说 就是有两条密道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 最后败退来台湾 他有如惊弓之鸟 所以所到之处 一定要想好逃亡路线 所以这两条神秘的通道 在这几年也公租于世 圆山大饭店助力建坛山超过一甲子 是前第一夫人蒋宋美玲 在1952年所创立 目的是用于招待各国元首使节 时至今日 也是政府对外的国际招待场所 长久以来带着权贵阶级 奢华与神秘的色彩 在过去圆山饭店毫无疑问的 它是一个国家的另外一个门面 也是一个我们国家接待外边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当初他接待过111个国家的元首 昔日起离厅二楼的总统套房 现金已经改装成气派的宴客厅 当时蒋介石与宋美玲就曾在这儿 接待泰国国王普美彭抗力 以及韩国总统普正希抗力 不仅仅各国元首特使驻足过 圆山也见证许多重要时刻 李登辉的时代 当初因为野百合的学生抗议事件 促成了1990年的国事会议 这个国事会议其实影响台湾是非常深远的 包括我们的总统直选 还有万年的民意代表的会出 那个立法院全面改选 都是在这样的一个1990年的国事会议 那接下去这个民进党也在这边成立 圆山饭店来的都是达官险要 人身安全是第一要件 也因此新建石就设计了密道 保护高官政要 跟保护当时的元首蒋中正 相传蒋中正后来到台湾后 都会在行馆设置逃生密道 跟西安事变大有关系 1936年12月清晨冷冽寒风里 东北王张学良趁天位全亮 率军突袭蒋介石下榻的 滑青池武监厅 怕仓皇逃跑 说有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蒋介石很早起 还索性他早起 他五点钟就起来以后 就开始要这个关系 听到外面有这个异声 连衣服都没穿 就穿了睡衣以后 就往后面那个武艰厅 他下来就往那个 那个离山山路就去 一个人哪能躲得过东北军 处刑几率的追捕 没多久受了伤的蒋介石 就被带回军营监禁了起来 这一次事件也让死力逃生的蒋介石 日后形势变得更为谨慎 所以在59年 我们新建这个正大楼的时候 当时就已经规划 东西两边各有一个 紧急的避难通道 东西各一条密道 让敌人不知道他往哪里跑 密道路线以螺旋蜿蜿设计 拖慢敌人的时间 不容易被追上 电力设备及排水设备 全都是独立设置 你很难想象 连墙壁都特别设计过 选用白色真状的白杨灰 特殊材质可以欺敌 那么他本身有一种 吸音的这样子的功效 也就是追兵在做追逐的时候 他很难利用声音来做定位 2019年开放的西密道 高220公分 宽220公分 沿路有52盏防暴灯 还拥有全世界最长的 秘密滑梯道 有九层楼 落差极高 蜿蜒远迂回 可能就是他抱着他的警卫对象 从这边缓缓地溜下来之后 另外一个随护要在这边 挡住下来的冲力 然后再背起 我们要保卫的警卫对象 新密道全场85公尺 我们从刘滑地下来 只要花5秒钟的时间 接下来往下走去4个台阶 我们总共只要花3分钟 就可以抵达出口 钢墙铁壁防爆防炸 甚至还传说防河 出去之后直达建坛山登山步道 西密道开放之后 吸引了17万人次到访 而在2021年 另一个尘封半世纪的东密道 也解封了 它全场是67公尺 那么有84个台阶 那另外它同样跟西密道一样 它有43盏的这样子的防爆灯 但是它就没有那个溜滑梯 它主要材质一样是钢筋水泥 还有我们这个特殊的针状墙面 跟刚刚我们看到西密道的白杨 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但是它作用是一样的 也就是它有一种吸音的功能 不同于西密道 东密道路程虽然短 但因为高陡又较为窄小低矮 走起来较为吃力 走过67公尺的东密道 我们出了这个大门 就会抵达原山的密集花园 而它的尽头就是孔二小姐故居 孔二小姐孔令伟 原名孔令骏 来自民国四大家族的孔家 是中华民国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 与宋爱玲的次女 也是宋美玲最疼爱的外甥女 她在美国相伴宋美玲左右 长达10年时间 后来返台接掌 原山饭店任定一任总经理 顾具一进去就可以看见 她毕生最爱的一副花梨木屏风 上面刻着三国演艺赵子龙 一生世代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孔二她都是招篮庄 很特别的穿西装大领带 但是只有孔二在那个地方 她会住在里面 跟她住在里面 孔令伟终身未婚还有三妻四妾 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根本闻所未闻 也十分惊世骇俗 她不太喜欢穿女生的装扮 她都穿男生的 所以很多次我们就看到她女扮男装 大家还搞不清楚的 还以为她是一个小男生 在远山饭店老员工的眼里 孔二小姐神秘到不行 每回进到饭店就向小王爷出巡 生人回避 用餐一定得面对墙壁 估她的经验是皮皮刺 包括有些特殊的习惯 比方水果它要完整的 而不是切开过的 那当然也有很多的讲法 就是平常她在这个饭店里头的时候 她不太喜欢有人注意到她 所以大部分的同事看到她 都会离得远远的 就是不想让她看到 元山时期的孔令伟低调到不行 但说到她在国民政府 牵台前的种种事迹 可是一笔又一笔的烂账 明初第一假小子或是魔女都是她 她身高150公分左右很瘦小 但火爆脾气没人比得上 布局内的这把猎枪就是她的最爱 而元山很早就流传着常有国家保障 随着密道解封开放会有着什么样的答案呢 但是我说实在的还没有听我们的员工 有这样的人听说他们说哪里有什么保障 他们也没听过 我也试着问我说人家说这里有藏了什么保 国家保障没找着 却在他故居仓库找到这一堆账册 蚂蚁般大小的字 据信名仪记载着元山每一笔账款 林医生称这才是可供保存的文化宝藏 从民国四十六年到现在 大概有差不多五百多车 其实当初在仓库的很黑暗的角落 我看到一包一包东西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天哪 怎么有那么多的精装树 这是在孔儿德这个固宅发现的 那我就拿起来看 我就很惊讶发现说 哇 原来这竟然都是藏侧 不同颜色的漂亮的精装树都是藏侧 其实元山本身就是国宝 自古流传这里为龙脉之地 甚至在龙尾穴还矗立金龙雕像 整个元山饭店在艺术雕像刻画上 聚传有二十二万条龙之多 在国区它是一个国家很重要 接待贵宾的地方 但是到了现在 其实我们从刚才发生的历史事件都在元山 或者说我们从小到大很熟悉的这个建筑物 其实它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 所以就观光或者文化教育的角度 它当然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随着威权时代的过去 元山也打破过去权贵象征 现今借着两条密道的开放 揭开元山的神秘面纱 让这两奖时代的大台北地标 再度要入世人眼前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 那是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虽然歌声不是很好 但是这是当年我们说台北市立动物园 搬迁的时候 一个代表性的歌曲 快乐天堂 那其实台湾在很早期的日时期的 就有所谓的儿童游园地 儿童游园地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儿童乐园 于1913年由日本人来建造 那并于1914年 与当时的元山动物园 就是现在的台北市立动物园 合并管辖 那为台湾当时第一座的 公营公办的游乐园 那这座游乐园在1958年 也改名了变成中山儿童乐园 那这么多的乐园 其实一个一个都已经消失了 或许在长辈的心目中 第一次做旋转木马 就在那个地方 民国103年 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 在士林开幕 而原本在元山的台北市立儿童 娱乐中心 也就是儿童乐园 吹响席灯号 让很多老台北人 依依不舍 因为它横跨了数个世代 是许多人 共同的儿时记忆 当时最受欢迎的是 碰碰车 还有这个所谓的 当时碰碰车 一状尖叫声士气 很刺激 还有这个所谓的赛车 游乐设施新颖 再加上口耳相传 使儿童乐园成为各国中小学 毕业旅行首选 民国75年儿童乐园 更名为台北市立儿童娱乐中心 原本合在一起的动物园 牵纸木炸 当时的动物大班家 成为当年度最航大师 那当天搬运的时候 就有警车开到 那有20辆是载运动物的车子 说到林旺是跨世代台湾人 成长的共同记忆 他一生备受关注 还跟抗日名将孙力人 投不了关系 缅甸战争的时候 有这个养了一些大象 作为他们的这个战斗武器 那其中有一支叫做林旺 林旺过去他们在缅甸的这种画 叫做阿美 但他们觉得他有点太 这个听说是后来有点太女性化 所以就改成林旺 就临终之王意思 但要说到台北最早的游乐园 莫过于大同水上乐园 2004年结束营业 现在改造成公园 而南台湾最大的水上乐园 布鲁勒谷 也都是时代的记忆 虽然这些乐园消失了 但仍有些地景 依旧是当地的地标 例如台中公园 以及彰化八卦山 八卦山的历史背景 更可以追溯到1895年 集结在这里八卦山 这个要跟日本人决意十散 还年过去台湾风光一时的游乐园 都因为不敌时代变迁 结束营业 但也都成为许多民众的 共同回忆 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我们只能在国内走动 那也因为疫情 所以你到各个风景区看 通常都是人几人 人潮满满 那很多朋友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每一条老街长得都一样 为什么这边跟那边长得都很像 事实上或许老街长得差不多 但是他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 每一条街每一条路每一块砖每一块 都有他的故事 很多人说小朋友还小 你带他出去玩 他也不会有什么记忆 但是身为一个父母的 或者是我们青春的记忆里面 有时候不是他 有一天你还记不记得住 而是每一个当下 每一个笑容都是纯真的 每一个笑容都是打从心里发出来的 台湾还有很多等待我们去挖掘的故事 旅读台湾 我们下周见 拜拜